中國已經非常鮮熟 操控台灣地方的農產品 或是製造業 對中國的關係 來影響他們所支持的政治人物 影響國會跟總統選舉 他現在對這非常熟 而且他知道 哪些東西可以 哪些不可以 例如說中國都不會去操縱高麗菜 因為高麗菜每年都是會過多 可以選擇種也可以選擇不種的 沒有人永遠在種高麗菜的 可是他知道我樹 種了以後五年十年我不能換掉 那他就是有一個固著性 他喜歡操控這種不能換的 其實他很懂 那魚文挖下去 就不可能再做別的了 你養這種魚也不可以做活 要養別種 因為涉及技術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提防中國這樣做 國策也認為說 可能到520之前 不但會免關稅 會拿光 還可能會懲罰性的關稅來對台灣 我們如果站在國家的立場 要對抗中國這種政權鬥爭手段 就必須要把全民都捲進去 才有可能抗衡它 其實我們優勢的是 中國從來沒有要抵制台灣半導體 中國不但沒有這個月還宣布 台積電已經是中國市值最高的公司 笑死人了 從來台積電不是中國國人 他睜眼說瞎話 中國不但沒有能力 禁止台灣的半導體注入 因為它是中國的中間產品 在加工之後 轉輸入世界各國的一個必要元件 一旦中萬這個 中國等於幾乎沒有辦法 對世界進行任何電子產品的出口 所以它如果完全跟台灣經濟斷絕 它才是自殺 如果中國對台灣的農產品的禁止 我們可以變成相對半導體的報復 那中國才會真正受傷 如果我們用農業對農業 只會讓農民更弱勢 所以我們不能放任農民被中國宰割 我們要把台灣的經濟體 對中國是全面性的經濟談判 不能夠遇到十班談十班 遇到世家談世家 然後他就給你很多什麼有驗出什麼戲劇 驗出什麼蟲什麼 用這種去刁難你 那中國透過這樣去分化你的社會的 所有的職業的人 互相去說為什麼你被保護我沒有 你可以我沒有 然後造成我們社會的分裂矛盾 那我們如何去防止這個 我們對中國就是要全面的課稅 或全面的禁止來換取說 你不可以歧視我們任何一個行業 有點像是現在國際在做這種反霸凌聯盟 我們現在國內自己要一個反霸凌聯盟 對 就是國內杯的部分 國內的部分我們有沒有 不能放任這個 因為任何人對於別的國家都是脆弱 更何況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那更脆弱的 國家要負起責任